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鸡蛋汤怎样做才好喝 技巧全在视频里 今天我来详细分享 大家好我是秦师傅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美味 准备两个西红柿 给它打上十字花刀 五十瓶中将操作 然后用开水给它烫一下 西红柿烫皮以后呢 我们就很轻松的 能把它的皮给它拔掉了 带皮的西红柿 做出来的菜口感不好 而且影响菜品的卖相 把硬的部分切掉不要 随后把西红柿切成小方钉 放入盘中备用 切成这种形状的西红柿 不管是烧汤或者炒鸡蛋 更容易出味道哦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给它搅散 我们在搅鸡蛋的时候呢 筷子一定要挑起来打 让空气涌入蛋液中 形成气泡 这样的鸡蛋更加蓬松 鲜嫩好吃 另外一个碗加入一勺淀粉 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备用 切一点香菜和葱花 放入装汤的大碗里面 起锅上火 这一步开始正式碰韵 首先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晃动锅子 让油润满锅壁 油热以后呢 下入切好的西红柿 随后我们用锅铲 不停的给它煸炒 先加入一小勺盐 这样更容易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大火煸炒一分钟左右 炒出西红柿的酱汁 紧接着加入开水 注意最好是开水啊 冷水不行 开水烧出来的汤 才够浓香好喝 其道理和烧鱼汤是一样的 随后我们再添入少量的盐 再来点鸡精 增加鲜味 大火烧两分钟左右 我们下入事先准备好的水淀粉 下水淀粉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火调小一点 一边下另一只手 不断的给它搅拌均匀 再次烧开 我们慢慢的下入鸡蛋 炒水烧开的地方 慢慢下入就好了 用锅铲推动 让它受热均匀 也不要滚的时间太长 就可以出锅 一道非常香浓滑口的 西红柿鸡蛋汤就做好了 近拍大家看一下 打了一点生粉芡 这个汤特别香浓滑口 西红柿味特别足 而且一定要等打过芡以后 最后再下鸡蛋才够滑嫩 喜欢的点个赞再走 然后再下鸡蛋